喂 大家好 这这影片呢 我们需要跟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做这个质量平衡 Mass Balance的题目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一题是最基本的Mass Balance 这是我们课本的2.3.1 利用一个帧6的一个题目 然后来为大家示范怎么做这个Mass Balance 或是说为各位示范 Mass Balance的题目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OK 好 首先呢 那我们打开一下 我们这个题目 课本2.3.1 这是一个帧6 典型的一个真最简单的帧6的一个题目 OK 这个帧6呢 是画工画工里面的最常见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程序 然后那个所有画工系的学生大概 就是你一定都要学会怎么算这个帧6塔 跟帧6塔相关的题目 这是画工系的代表代表性的一个 代表性的一个操作程序 帧6 OK 那这个帧6呢 就是利用 那个混合物里面的每一个物质 不同的废点呢 然后呢 把那两个东西分开 像这一体呢 它就是 就是它进料的 混合物F里面有IPA跟水 IPA跟水 然后进去那个帧6塔之后呢 会分出两个东西 塔顶产物跟塔 塔底的产物 那这个怎么怎么 帧6里面这个程序 这个很细节的呢 我们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以后你们会学 我们Mask Balance呢 我们不探究里面这个细节是发生什么事 我们在乎外面这整个的整个整个东西整个进进出的物质进出的状况怎么样就好了 里面这个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管 然后呢 这一体这个这个是吗 这个帧6题目呢 他他他就是说要你把把这位置数解出来 OK 他这个有哪些位置数呢 比如说位置数是谁呢 比如说这个F跟D跟B就是位置数 F是进料的流率 那个D呢 是塔顶产物的流率 这个B呢 是塔底产物的流率 OK 那他们单位是每小时多少公斤 OK FDB他没有给你 那在F里面呢 IPA占了60% 那这个 这个 啊 他这个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 因为这IPA跟Water都是液体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质量分率 Mass Fraction OK 如果是液体的话是Mass Fraction 那这边呢 他这个IPA已经给你60% 那这个这个F里面他就只有IPA跟水啊 所以他IPA占了60% 那其实他另外一个Water就是占了多少呢 其实你可以先先先先算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40% 提供没有给 可是你可以先算出来 那这个塔顶产物呢 一样 他说IPA最后塔顶产物IPA占了90% IPA占了90% 那因为这个D里面就只有IPA跟水 所以IPA里面呢 如果90% 那也另外一个一定就知道 他一定只有10% OK 那塔顶产物呢 我们看到塔顶产物呢 他也是IPA跟水 可是IPA跟水呢 他就没有跟你讲说IPA是多少 质量分率是多少 或水的质量分率是多少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所以我这边给他写做一个 我把它用一个符号叫OmegaIPA 然后这个B来表示 然后那个水呢 就是OmegaIPA 然后这个不是IPA 抱歉 这是水 这两个呢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OK 好 哎 哎 哇呀 这个怎么变这样子 看一下IPA 然后这是B 好 好 那我们 然后呢 他就这些未知数之外 然后他还有给你什么条件呢 还有他跟你说这个D跟B的流量比 D除以B是1.8 OK 然后让你求出这个未知数 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程序里面所有的未知数 那这个系统里面呢 到底这个题目能不能解呢 首先我们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DOF分析 DOF分析 OK 我们要先对这个题目做DOF分析 我们就知道这个题目到底能不能解 OK 因为不见得一定可以解啊 对不对 之前有说过哈 不见得一个题目他一定可以解 他有可能无解 OK OK 那DOF分析呢 我们必须要掌握两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就是必须要知道 Unknown有谁 Unknown有谁 第二个分析就是你要知道 有多少个Unknown 然后有多少个Equation 对不对 第二个分析的重点别忘记 也就是有多少的未知数Unknown 然后还有多少的Equation 然后呢 把未知数的个数处以 再抱歉 未知数的个数减掉 方程式的个数就是这个 这个问题的DOF啦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找 多少个未知数 跟多少个方程式 OK 好我们先做第二个分析 我们这Unknown有谁呢 我们这个Unknown 未知数有谁 我们刚刚有说过 FDB他都没有给你 所以FDB FD OK B OK 然后还有谁 哪一个是未知呢 还有这两个是未知 就是这个B 他第一产物里面的 这两个质量分率是未知 所以是Omega IPA B Omega Watt B 所以呢 这总共呢 有五个未知数 OK 然后呢 找到未知数 这我们下一个要去找 有几个方程式 那方程式呢 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就是物种 OK 一个物种给你一个方程式 两个物种给你两个方程式 三个物种跟你三个方程式 以此类推 然后首先第一个species 第一个是B PECIES Species 那我们这个是这个 这个帧六这个系统里面 总共有几个物种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只共只有两个物种而已 这个系统总共就只有两个物种 两个物种 就是IPA跟水 OK 所以就只有两个而已 OK 所以这可以给IPA一个 两个物种 会给你两个方程式 那方程式来源 还有谁 会得到方程式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implicit condition implicit condition 就是那个质量 每股流的质量分率 跟mall分率 加总起来 会等于1 那这一题有几个 implicit condition 有几个呢 我们看F0 F0 60跟40 这已经都跟你讲了 这边没办法列方程式 没有啦 那他顶产物 90跟10% 你也都算出来了 这个也没办法列方程式 但是他第一产物呢 诶 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列方程式 这边有一个方程式 这边有一个方程式 这方程式是什么呢 就是omega ipa b 然后加上 omega b watt 等于1 这边一个方程式 这边只有一个方程式 所以没有啦 implicit condition 只有这边会给你一个方程式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spatial condition 那spatial condition 呢 就有说过什么东西 会是spatial condition 流量比啊 或是回流比啊 或者是产率啊 或是转化率啊 那些东西 或是选择率 这些东西都是spatial condition 那这一题呢 spatial condition 这边只有这边这一个啦 d出以b 他我跟你说 已经跟你讲 d出以b 就是这 抱歉 d跟b 这个流量比d出以b 呢 会等于1.8 所以这边呢 也会给你一个方程式 所以呢 这一题的dof是多少呢 我们总共有5个位之数 然后扣掉2个物种 然后再上一个pricit condition 然后再上一个spatial condition 所以这会等于1 会大于0 大于0 OK 大于0 OK 好的 OK 好的 会大于0 OK OK 那大于0呢 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大于0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呢 这一题呢 其实是没有解 这一题其实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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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表面上来看是无解 表面上来看一下是无解 看无解 no solution no solution 可是呢 你会觉得很奇怪 no solution 可是为什么课本上面呢 还会继续继续解下去呢 这一个 会继续解下去呢 这个 诶 我等一下 我翻一下课本了 那为什么课本还会继续解下去呢 嗯 OK 好的 那为什么这一题的DOF大于0 那DOF大于0 我们之前讲过 DOF大于0的话 就是无解的意思 OK 可是为什么这课本还是继续算下去呢 OK 因为这个课本 他有说 我们这一题课本要求的东西 这两个等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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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像橘色框框框起来的 这个 OK 这个2.3.1 他在那个题目的最后 最后一行 题目的最后一行 有说过 我们要他要求塔底产物的 这个 这个IPA跟Water的质量分率 各个是IPA的质量分率 和水的质量分率 各是多少 那这个质量分率呢 我们来想一下 Mass Fraction 这个Mass Fraction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质量分率 在之前第一章有提过 这Mass Fraction 是什么property呢 是Extensive还是Intensive呢 Extensive property 还是Intensive property呢 Property OK 这个质量分率 质量分率 它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Intensive property 它不是Extensive property 它不是Extensive property 它是Intensive property 这Intensive property 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Intensive property 就是说呢 这个Property呢 它跟系统的质量 质量多少 无关 它跟系统的质量多少 无关 OK 这叫做Intensive property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 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牵扯到 这个Intensive 跟Intensive property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虽然说 我这一体的这个DOF 是大于0 是1大于0 然后看起来 假设是没有解的状况 但是问题是呢 我这一体我要求的是 这个Math fraction 质量分率 它是Intensive property 所以它跟系统的质量大小无关 所以呢 我们其实 可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可以假设 我们可以假设 我们可以假设F5 假设一个F5 抱歉 假设的设计错了 我们可以假设F的量 F的量是多少 我们假设一个F的量完之后呢 诶 它就这个 这个就消掉一个位置数 它就变成四个 OK 然后这个就变成四个 然后它就会变成是0 然后最后呢 这一体呢 就会有答案 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讲这个DF分析的时候 会有稍微提过 有时候DF等于1 看起来是无解 但是其实 也在一些特殊的题目下面 它还是有解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体就是这个很特殊的状况 这个呢 它因为它这个DF等于1 DF等于1 可是呢 它要求intensive property 所以呢 因为它DF等于1 就表示说我们可以 我们少一个条件 我们少一个条件 那在少一个条件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条件 在这边呢 我们就假设F的量是多少 就可以消掉一个位置数 然后最后让这个DF就等于0 然后最后我们就其实就可以把这个 塔D产物的mass fraction给求出来 OK 那这个要特别强调 那这是因为这一体 它刚好所有的条件都搭配在一起 才是才可以这样做 因为它这一体刚好DF等于1 它只有它只差了一个条件 它只差了一个条件 OK 所以呢 然后再同时 我们又是要求intensive property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FDB里面 其实你假设D或B也可以啦 那只是我们通常都假设F是多少 你可以假设一个F的量 消到一个位置数 然后最后让这个DOF等于0 OK 这一体就是非常的特殊 所以要要特别示范 特别示范 OK 对 要小心喔 如果这一体的DOF等于2的话 就不能做了 这一体如果DOF等于2的话 这一体就真的没有解 这一体如果真的DOF等于2 这一体就真的就没有解 OK 这一体是因为DOF等于1 又要求intensive property 所以我们在这个FDB里面 可以假设一个位置数 然后让DOF等于0 然后去求解 OK 所以这个要小心 这个是常常碰到的一件事情 在DOF 这个在大1的词句里面 这是非常常常碰到的一件事情 OK 好的 好的 这一体到这边的话 这个 这个脑袋清楚了吗 OK 所以这一体其实是可以继续往下做的 因为这体的状况很特殊 OK 那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 OK 好 这个如果到这边呢 你大概都可以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做 OK 那我们假设F的量 嗯 比如说 我们假设 我们要继续往下做 怎么做呢 来我们继续往下做 OK OK 我们假设 假设 假设 假设F等于100 好了 取 因为我们叫intensive property 跟这个 数目大小无关 所以我们取一个比较好算的数目字 你要取1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1好像太难算了 100 100比较好算 OK 我们假设F等于100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列方程式了 列方程式了 我们species 然后呢 这个物种方程式怎么列呢 这个是我们上课有提过的 这个一个 这个mass balance是什么 累积量 accumulation 等于input 减掉output 然后呢 再加上反映像 那我们这次 那我们一开始 这个质量平衡呢 这个帧6呢 是属于一个物理变化 所以它没有反映像 然后呢 我们假设在大一的 质量均衡 质量均衡里面呢 质量均衡 质量均衡的题目里面 我们都是假设SteadyState 所以呢 我们对每一个物种的mass balance equation 就是0等于硬减掉out OK 好 好 那我们开始列方程式了 我们首先呢 这个IPA 我们是IPA做mass balance 然后呢 它是SteadyState 累积量等于0 然后进去有谁呢 IPA进去 进去这个系统 对了 我们这个系统呢 我们稍微把它框一下线 这是我们的system 我们的system 分析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 都是要用一个system OK 然后这个system呢 进去有IPA的进去有谁呢 就是F乘上60% 进去这个系统 F乘上60% 这个是F乘上 F是100嘛 所以F乘上0.6 进去 然后减掉出来是谁呢 上面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D D D乘上0.9 D乘上0.9 D乘0.9 然后加上B乘以多少 Omega BIPA IPA OK 这是对IPA做mass balance 对IPA做mass balance 得到方程式了 累积量0 然后等于进减要出 然后呢 我们对水呢 我们还可以再做mass balance 一个物种 会给你一个方程式嘛 OK 所以水呢 steady state是0 然后进去的水 是有多少呢 一进去这个系统的水 进去这个系统的水 只有这一个嘛 所以是100乘0.4 好像0.4 然后扣掉出去的水有多少呢 上面这出去有没有水呢 有 D乘上0.1 D乘上0.1 然后下面这个B里面有出来的水 有没有水呢 有 这边有B乘上Omega 就这样 B乘上Omega Water B OK 好 一个物种给你一个方程式 OK 两个物种给你两个方程式 OK 然后implicit condition呢 诶我已经写在 也写在左边了 那我 不愿其反再写一下 implicit condition 会给你IPAB 然后加上Omega Water B 等于1 OK 然后最后呢 special的话呢 special condition呢 D除以B等于1 诶抱歉 这为什么知道 这写错呢 D除以B等于1.8 OK 所以最后呢 你可以靠这几个 这几个方程式呢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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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D跟B啊 还有这个 Omega IPAB 还有Omega Water 把它都解出来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解这个联力方程式 好 然后在这边呢 在这个 然后在这个Mask Balance里面呢 有 呃有一个有一点哈 在Mask Balance这边有一点呢 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哈 这个我这我这边可能要插掉一些东西了 我这边可能要插掉一些东西了 我这边是要插掉好了 那如果来不及的话 你就自己到位去看一下 然后在这个Mask Balance Equation里面呢 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地方我要跟你要特别提醒一下 这也是课本有提的哈 这个物种方程式啊 这个物种 物种的物种平衡方程式啊 这个物种平衡方程式啊 这是物种这个Balance Equation 物种的Balance Equation 里面其中一个 里面其中一个可以换Overall Balance 其中一个可以换成Overall Balance 可换成Overall Balance 这个也是这个这个课本上面有提的这件事情啊 这个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计算稍微再简化一点哈 这个就是说啊 我们的物种Balance 比如说这一体呢 我们有IPA列了一个Mask Balance Water也列了一个Mask Balance 那它的意思说呢 这两个Balance 其中一个可以换成Overall Balance 这两个其中一个可以换成Overall Balance 你可以 那Overall Balance是多少呢 Overall Balance Overall Balance 就是不管它的那个成分 不管它的成分啊 这Overall Balance是多少呢 我们写一下啊 这一题啊 这Overall Mass Balance 一样啊 SteadyState 然后等于进去的Overall 进去的Overall系统 进去的Overall是F 对不对 所以在100 然后出来的Overall有谁呢 出来有D跟B D加B OK 这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个物种Balance IPA跟Water 这个Mask Balance 这两个Equation 其中一个可以换成这个Overall Mask Balance 这是在做这个 质量平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技巧吧 因为呢 Overall Balance 这个通常这个东西列出来 都这个通常都很简单 很简洁 所以它会帮助你的计算可以更快一点 所以呢 你可以把IPA或Water换掉 这两个方法是其中一个换掉 你可以用这个去换它 或者用这个去换它 或者 OK 你可以用Overall Balance 去换掉IPA 或者用Overall Balance 换掉这个Water 都可以 你不管换谁呢 最后答案都会一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课本在这个 第几页啊 第 第这个 第63页 第63页下面 第63页下面 他为什么会 会讲 会讲的 会讲的一些 会有叙述一些 有叙述叙述叙述这个东西的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Mask Balance 这个物种的Mask Balance Equation 其中一个可以换成Overall Balance 这样呢 你这个计算会比较快一点 OK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动作呢 其实在之后做Mask Balance Equation 的分析的题目里面呢 这个动作都 都是会用到的 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 要特别 特别注意哦 OK Mask Balance 其中一个可以换成 Overall Mass Balance OK 那这样呢 最后这个答案 这个结果是多少呢 最后呢 应该最后你应该会得到这个 这个计算呢 这个你自己去 这个你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算一算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算一算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再示范这个东西怎么算 因为这个计算其实还蛮容易的啦 这个呢 你最后呢 你会得到Omega IPA的B等于 等于0.06 OK 因为这个计算其实还算蛮简单的啦 所以我这个就不是犯计算的细节了 因为这是很简单的联力方程式啦 那这个就是0.94啦 OK 你自己去check一下答案 答案在这里 OK 这个联力方程式会很难做吗 这个里面就只有 对啊 就四个位置数而已啊 因为你D除以B的话等于1.8嘛 那你D除以B等于1.8 你跟这个Overall Balance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两个的话 你就可以把D跟B算出来啦 对不对 你用这两个呢 你就马上就把D跟B算出来 然后你再把它带回去这个Water里面的话 那你马上就把OmegaWaterB算出来啦 那因为OmegaWaterB加OmegaIPAB等于1嘛 所以就答案就全部就算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其实呢 不会很困难 这边呢 所以这一题呢 就是一个很很标准的质量平衡的题目 然后这个呢 各位要熟悉这个操作 因为这个东西以后会一直 你们会一直用到 所以你们会 这个质量平衡 会从大1算到大4 所以这个 哎 要尝试着习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们也是第一次碰到 所以要 你们要多揣摩一下这个东西啊 OK 好的 好 那这支影片有点长啊 那这支影片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啊 OK 那剩下的东西 我们之后再聊啦 OK 好的 好的 这个我们这支影片先到这边啊 OK 拜拜 这个影片确实有点长啊